澳门赌场大亨洗米华被捕之后,即将面临非常严重的刑责 只不过在这段时间里,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她的老婆洗米嫂的状况 根据之前的报道称,洗米嫂已经在卖房还债,希望能替老公减轻一些罪责 只不过从最新的报道上来看,洗米嫂倒是过得挺惬意的,丝毫没有在意老公被捕的消息 因为她最近豪制一百多万,带着自己的众多闺蜜们,住下豪华游艇,出海游玩去了 从照片里显示的可以看出,女方整个人的精神状态还是挺不错的 和闺蜜们也是有说有笑,但相反,洗米华留了这么多钱给她 女方却不想着赶紧帮忙偿还债务 相反,却把钱就这么大手大脚的给花掉了,真是让人看了挺无语的 而洗米华的小三刘碧莉也抢不到哪里去 据悉,洗米华给了她四亿多的资产 但是刘碧莉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明确的说道 男方的事情和自己没有关系,也不会替男方还债 看来女人要是狠起来也是挺无情的 对洗米华来说,虽然她肯定会预料到自己有一天会进去 但是没想到自己看中的这两个女人会如此的无情无义吧 不帮忙还钱也就罢了,还大手大脚的花钱一点都不心疼 要知道这些钱也不是大方刮来的 只能说洗米华真的是错付了他人 好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